市民代表陈金熙说 9月4号台东县议会通过重启焚化炉的预算 他建议公所向县府建议 乡镇一顿的垃圾进入焚化炉处理 需再回1.8顿的炉渣 让炉渣不进台东市区的掩埋场 此举不仅避免炉渣造成土壤及水质的污染 也有助于各乡镇做好垃圾减量资源回收 张市长达巡 未来公所将会要求县府测试到零污染 才能够正式启动焚化炉 未来我们台东市的这个掩埋场 我们是否可以不要接受 我们焚化炉所焚化出来的一些炉渣 因为我们进行建築的并 我们国上市长也知道 我们也跟台路在那里介绍 所以对他们真的也是很不公平 所以我们这个组维希望公所 可以跟八成我们聚集会 立定要坚定 我们不要动摇 凭什么说我们的空气 去用污染之后 我们要继续受到这个炉渣 可能造成我们途中的污染 跟我们地下水的污染 所以我们愿意可以套过代表会 我们才代表会 我们才当然大家要达成这个共识 做成国意 不要让我们台东市的市民 跟我们台风地区的这个做基民 还会一直受这个欺负 所以说我也另外要检查到我们这个共识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这个管政府来建议 我们兄弟的这个本社 如果在我们台东市的这个文化楼 是不是可以比较到我们 之前我们台东 我们的这个本社 在我们台东市的文化 也是不是可以参照到我们这个 做标准来建议 所以说如果我们台东市的本社 我们台东市处理 这对大家来说都很合理 但是如果这个兄弟 其他兄弟的这个文化楼 可以修完之后 把炉渣再回去处理 我相信这也是很合理的事情 这也是很合理的事情 距离元宵节大概只剩80天左右 陈代表直询 公所是否已经规划好 元宵活动如何办理 他建议及早规划 并且与民间妥善的协调 不要一人一把号 各唱各的调 分散了热闹的程度 张市长达巡指出 希望在筹备会中达成共识 集中火力 不要多头马车 所带来的效果会更好 并且表示 如果有会议的话 邀请陈代表加入 集思广益 所以说我是不是这样 愿望我们市长 可以早前的时间来做一个整个 包括交集 看我们哪个担任要给我们主办 我们来做参照 还有就是说国庄廟 是不是可以做会叫来 大家 来做一个比较妥势的规划 是不是可以说 做会来办 卖各唱各的调 一人一把号 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不好 但是算是它的热闹度 其实我觉得都分散了 所以说未来我们今年的原小姐 我希望我们跟 我们县议会这边 还是县议会这边 快达成一个 最好一个公司 看可以说集中火力 把所有的精英都集中起来 我相信所带来的效果会更好 是 陈代表建议公务客 工程分段施工 阶段性适时回田 降低建设过程中 带给百姓的不便与民怨 他举桂林北路施工为例 把本来没有那么危险的路 变得更加的危险 请公务客协调改善 那本来或许是双线道东 当然旁边大家也乱停 因为路也不大 但是现在画了停车阁之后 有没有 大家很乖乖的在马路上行驶 可是包括机车 包括行人 包括汽车 都在那一个步道 都在那个道路上面行驶 其实还是险象还生 当然包括现在桂林北路 在做的这个过程里面 好像他还有留了 一线应该也是要画马路的 所以有人就在反映 就是说 这个把本来还没有那么危险的路段 画下去之后 会变成更加更加的危险 所以是不是这部分来讲 也麻烦我们的客长 能够行稳也能够去 我们县政府了解一下 人在宫门好修行 陈代表建议社会客 与村里干事 对于前往公所寻求协助的相亲 给予耐心与诚恳的建议 还有协助 老人家不善使用APP 垃圾车又常常误点 常常在路口让老人家等很久 请清洁队长协调队员改善 对于厨余的收费 也请队长与店家们说明清楚 陈代表针对成都南路 永乐排水施工期间 路灯全部都不亮的状况已经两个月 市民的安全堪忧 请公管所的所长协调改善 并请公所改善殡葬所的停车场 以上是台东市民代表会第十二届第二次定期会 市民代表陈金熙市政综合咨询问证内容的灾药报导 由刘瑞文整理 更多详细内容请收看台东市民代表会YouTube频道